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6到10名的话台通 星星 然后再来华通 星星 红海 这三个都是属于苹果相关的 然后金控股一个台信金跟联发科 好 这些股票你看完之后 我们再回来看今天外资卖超的股票 那你看我们在今天整理外资卖超的股票里面 我们整理的几个类别 那今天外资在卖超的类别里面 你来看第一个呢 在半桃底的部分 这是大家看到的台积电 联发科 这都是今天呢 在外资卖超里面比较多的股票 然后再来的话 面板 友达跟加世达 是今天外资转卖的股票 这是刚才融资增加里面 大家看到在一到五名的两档股票 然后再来呢 苹果 星星 华通 红海 全部都在刚才融资增加的前十名 然后还有呢 其他类里面呢 金电 这是不是也是刚刚大家看到 在前十名融资增加的股票 这是今天外资卖超 在前二十名里面整理出来的 跟今天融资增加前十名 非常的雷同 所以今天来说的话呢 大家可能会觉得 有很多股票今天都出现了这种对作 就是说呢 今天外资的动作上面呢 有一些卖超的 尤其有些转买为卖的 那这些的话 偏偏融资今天又增加了比较多 那这 这 这 这土洋对垒吧 对 所以其实 希望我们融资赢 对 我们希望是这样 都是外资的筹码股 对 那外资有时候的话 它又刚好又是也对应到 今天一些比较特殊的状况 还有国际股市的状况 所以我们当然不能说外资 它今天的动作 一定是因为所谓的报告的问题 那当然也有国际市场的问题 因为你看到 外资当然也会追踪到 欧股今天状况 可能也不是很理想等等之类的 所以它今天有比较大的卖超 就提早 对 它会提早 因为外资毕竟它会有一些 所谓的国际的一些消息 它有一些分公司在国外 它当然知道欧洲今天的状况 可能不是这么理想 我们来看一下美股盘前 对 我们看美股的盘前来讲的话 因为欧洲的压力已经是比较大了 所以来讲的话 美股今天晚上的话 大家多少也会比较担心 所以这就是说呢 在整个局势上面今天筹码 比较异常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再回到今天外资 在卖的这些股票里面 好 这些美股的盘前呢 看起来是一个很绿的样子 很重耶 刚刚看了一眼 对 所以其实呢 我们今天的COIN近来的投资朋友 就真的是非常的专业 因为确实是外资的卖超 也不是只有因为一个报告的事情而已 它其实来讲今天还是国际股市场 应该是个很重要的原因 好 那我们回来看的话 好 那我们就来看这些股票 那这些股票里面来说的话呢 我想这一群类别里面的话 今天卖最重的是联发科 我刚刚谈到 这占了今天大概三十几亿的卖超金额 单一个股上面 今天比例非常非常的大 那联发科今天同时是破线 所以你看它今天一根的就掉下来 那么今天法说 其实比早上在传的要来得好一点 因为今天早上市场有很多的传言 那在传言的东西都不是很理想 那出来的效果有比较好一点 但是我们把它整个联发科的时间 把它拉长一点来看 好 拉长一点就发现的话呢 以现行来看的跟筹码的现况来看的话 虽然它法说讲出来的比早上传言要来得好 但是确实是在这里已经有了一堆 所谓套牢的筹码 所以短线上面来说的话 反弹到这里还是会有些压力 那么必须要有时间去化解它 这是第一点要先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 好 那我们再回来看 刚刚字卡上面的话 还有一堆的股票的话 今天融资增加又比较多一点点 那这里面的话包括友达加士达 这是在今天外资卖超 但是今天融资又增加了特别多的股票 那么今天有买进的朋友的话 可能就会很担心想说呢 怎么我今天一买外资就转卖了 因为外资之前是买超 今天才刚刚才卖超 但是呢我想大家其实呢 你也不用这么样的担心 因为在这个族群里面的话 今天呢它倒是买进了什么呢 同一个族群里面的群创 那也就是说呢 群创是之前外资先卖的股票 那么今天跌下来之后呢 下来了以后 今天呢外资这边是开始做回补的动作 那也就是说在这个族群里面 你看到它是先卖的群创 今天回补 那友达的走势呢 跟加士达的走势我们来看 友达的走势因为它在高档比较没有跌 所以今天呢外资有卖高档的股票呢 买进先拉回的股票 那么这个族群里面有这样的动作的话 其实呢它只是一个短线上的操作 也就是说短线上面呢 它可能有一些短线先出 然后接回之前高档卖出的股票 那既然这样的话 其实这整个族群呢 它应该只是短线上面稍微调整一下 但是这个区块来说 我觉得大家可能还不用这么样的担心 好 那我们再回来看看字卡上面的话 那么这个族群里面来说的话呢 一样红海是因为比较高档一点点 短线上面比较没有跌到 所以的话短线上面有些压回 那这个族群里面的话 比较让人担心的是 这档股票叫做可乘 好 我们来看可乘的K线 好 可乘的K线来说的话 当然的话它所有的均线 都已经全部弯下来了 那这条均线来说的话 最后的一个碾线 短线上呢也有一些快要失手了 那么这里面来说的话呢 当然主要的原因的话 不是只有形态上的原因 当然也包括所谓 大家对它预期有点落空 因为之前呢很多人认为说呢 它有机会会拿到 所谓iPhone的订单 甚至于这低方案 它可能比重有机会 会达到五成左右 好 那么结果到目前来看的话呢 显然可能只有两三成左右 幅度没有这么大 好 所以原来的失望呢 有点 原来的希望 有一点落空之下 这边的拉回的话呢 短线上的话就会比较辛苦一点 好 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的话 我们在整个扫描外资 跟整个大型全职股的时候 那么大家的话 还是要参考未接的部分 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这个族群我觉得相对是比较好 但是呢 你可能下来的时候再接 短线上面的话 不要做追高的动作 那苹果相关的族群里面来说的话呢 可能会比较弱一点点 那鸿海还是短线上面拉回 可能会比较好 因为第三季的部分 还是会持续成长 好 所以我们短线上面 看到这些部分之后的话呢 再来我们就要谈到 另外一个区块了 那另外一个区块的话呢 就是跟大家谈谈 我们看完这些卖超股票以后呢 再来看一些正面的东西 好 正面的东西就是说呢 今天呢 刚好是7月的最后一天 那么今天7月31号 到7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那么接下来呢 很快呢 就到8月份 那8月一开始有什么事情呢 当然第一件事就是 所谓的7月份的营收 好 所以呢 我们先来看7月份的营收里面 有哪一些的个股 或者哪些族群 它是有机会往上面成长 那如果大家都已经经过整理 那我们先从这个部分 来跟大家一起来做文课 好 所以7月营收成长的股票里面的话 第一个呢 就要先帮我们的 大力光来说说话了 好 因为大力光呢 第一个它的营收呢 是成长的 因为7月份会成长 8月份也会成长 那股价呢 短线上也都已经修正过 好 所以我们看到 这是大力光的K线 那么我们把这边呢 放大一点来看 好 其实大力光是先跌的股票 但是最近呢 已经有一些逆势 抗涨的状况了 抗跌的状况了 所以这个族群里面的话 这会是盘面上的一个指标 也就是说呢 现在呢 之前先跌的股票 先跌的基优股 它能不能先止跌 这就是未来一个很重要的观察 好 我们看到呢 这里有一条均线呢 叫做什么线呢 这个叫做季线 好 之前大力光下来的时候呢 从2640拉回来 幅度也不小 在季线前面收脚 十字线之后往上 好 那我们看到这个格局 第一个告诉大家就是说 它第一个尝试在季线之前 先做止跌的动作 那么短线上面呢 因为这里毕竟还有一堆的均线 在反压 然后加上毕竟也是属于 外资型的股票 所以短线上面或许不容易 一次就上去 但是再下来测一次季线的时候 如果守在这个位置的话 就有机会在季线上面打底 然后先跌 先打完底 那么就有机会会上去 那搭配7月营收的成长 所以这是盘面上 第一个大家可以去参考的 重要的一个指标 那么再来的话 我们再回来看看呢 中小型里面的话呢 比方我们来看看西伯的部分 那西伯的部分一样 7月份 8月份 因为新的产品刚刚出来 7月的营收会成长相当的强 8月持续往上 所以这一类型的股票 你看到它都是在一个 强势的一个相形整理的区间 那量能控制的都相当的稳健 所以这一类型的股票来说 你不一定要在涨的时候下去买 但是拉回都可以留意 那么还有其他的族群 跟其他的股票 我们就等一下再跟大家 慢慢的一个一个来做分享 OK 那我们好好地来做一些研究 因为昨天我们也 做这样的一个形容 我觉得很贴切 因为台股在地震嘛 地震 地震当中有一些 有一些买对股票的 可能真的有坐上车 有一些买错股票的 因为月台也在震 所以不知道 您是在车上 还是在月台上 哇 昨天宣哥做的比辱 我们都觉得好贴切 好 那有没有震的感觉 有 那我们也看到了目前欧洲股市的表现 甚至刚刚美股盘前 可以看出来聪明的台股今天也是领先 欧美股市就先的蹲了起来 我们其实常常都会领先 所以国际股市要参考我们 好不好 我们是领先指标 各位马上回来把时间交给赖建成先 因为看看今天的法术会不是都很好吗 那联发科的 而且它的一个继承涨的 反正法人估计5个percent 它5到13个percent 这可是优于法人的预期 但是股价怎么这个样子 外资怎么这个样子 待会跟大家追根就底 不论是LTE晶片的新品齐发 还是下半年的传统电子旺季 都让IC设计大厂联发科总经理谢清江 对第三季业绩很有信心 联发科预估第三季营收达到568至612亿元 渴望再创单季新高 计增率有5%到13% 符合乐观派外资预期 毛利率估在47.5%至49.5之间 虽然比第二季下滑 但也优于市场原先预估的46.9% 联发科第二季税后净利和第一季相比 激增23.8% 和去年相比更是有近9成的成长 每股税后盈于8.03元 而上半年的EPS则是来到14.85元 接近法人预估的15元 虽然联发科第三季业绩还可以创新高 不过下游风测场细评董事长林文博透露 7、8月非平阵营手机被货转区保守 细品被货高峰落在第二季 第三季忘记不忘 而晶圆双雄之一的联电 同样第二季营收创高 第三季展望不佳 产能利用率最高达93% 预估晶圆出货量只有激增1%到3% 低于市场预期的8%到16%的水准 就是因为28奈米受到同业不小的竞争压力 现已有川代式以及物联网应用产品的芯片设计公司 采用联电的55奈米低功耗制程与气质材解决方案 完成了产品设计定案 我们预计今年第三季将延续目前半导体市场证定需求 31号联电开盘没多久 马上急杀跌停 之后一路低点震荡 最后收在14.05元 跌幅5.7% 细品也同样一片惨绿 开盘一路走低 收在41.9元 大跌6.05% 联法科法说行情也失灵 盘中差异档跌停 收盘大跌6.57% 尽管半导体第三季展望 普遍呈现望迹不望 不过部分外资法人认为 半导体产业基本面并没有翻空 只要季节性库存修正完毕 股价即可获得支撑 记得朱三严林凯台北报道 变频冷气 日本进口非常稀少 日本制造的压缩机也很稀少 请检查室外机明白 认清产地 日历变频冷气 MIT 节能 环保标章 全国最多 压缩机日本制造 连续13年最高荣誉白金奖 连续25年理想品牌第一名 日历变频冷气 销售第一 从小我就希望自己 可以更聪明一点 在21世纪 我发现用对的方法 比变成天才重要 透过有系统的学习 我的专业能力 真正被建立起来 客户的问题经常比考试还难 唯有专业才能迎刃而解 这个标志让人充满自信 更加聪明 选择优质化的团队 就是最聪明的开始 Century 21 BenQ F5 4G LTE手机 1300万画素 四倍高感光 微光中拍照 暗处照样精彩 BenQ F5也是悠悠卡 内建NFC功能 搭车购物 悠悠生活好便利 BenQ F5 T3 悠悠上市 只要零元 亚太电信 我曾经羡慕 那些站在舞台上的勇气 在21世纪 我也有机会站上世界舞台 在国际场合 我们互相交流学习 我们更彼此合作 把市场国际化 让客户也能全球布局 这个标志 让人视野开阔 更具胆式 选择国际化的团队 勇敢走上世界舞台 Century 21 想吃什么 我去买 我想吃海苔 买坚果了 好好吃哦 这是什么 是原本山海苔坚果夹心 神奇口感 瞬间感动 原本山海苔坚果夹心 极速四居 优惠 极度让人沉醉 申办中华4G 上网通话两倍送 手机平板最多选择 双倍优惠 急速入手 为了你 一直走在最前面 中华急速4G 让享受更加值 云端游戏 搭配Sony Xperia Z2 最好玩 优惠价0元起 好 晚间的9点16分 那今晚欧美股市 还有的桥呢 不过我们来看看 刚刚这个比法人预期好 联发哥嘛 对啊 但外资账给人家卖 应该说 我是觉得啦 今天的联发哥跌 应该早上 平民媒体也好 昨天细评的法说 讲的这个话 说飞瓶阵营的 可能状况不是那么好 你看到了高通呢 这个也猜测不大好 是不是飞瓶 大家都等苹果 所以呢 造成说 大家会联想到 联发哥你不是 就是非评正义的吗 当然你就会受影响啦 所以股价今天就跌很重 那这个法说还没开嘛 前一天平盖股 也是莫名其妙 又担心 对 延后上市之类的 其实我说实在 股价长多了 什么传言都会出现 就开始跌 说实在的 你只需去检查 好像我们站在 基本面来看的话 应该没什么 特别大的问题 当然联发哥 下午的法说 我看我研究员 就在那边听耳机 线上法 就在听耳机 就听好 很好还不错 你看台湾的研究团队 就是真的很认真 踏实 我觉得这个 当然很重要 股票当然要追 其实出来 我问了一下 状况不差 为什么跌成这样 我觉得就是跟 戏品的一个讲法 有一些联动性 那公布的第二季 EPS8.03 这个还不错啦 毛利率49.6 也可以接受 这个其实第二季的业绩 以外界面来看的话 都符合 应该都符合预期啦 都蛮符合预期的 那第三季的就是重点啦 我觉得说 股票是反映一个未来 你第三季的状况怎么样呢 我觉得说 未来性呢 才可以值得去期待 即增5到13个百分点 说实在 这个比大家预估的好 只是说 因为下午法说 跟早上开盘不大一样嘛 这个出来之后 会让联发科 明天的股价稍微刹车 稍微刹车 毛利率大概也维持着高档 47.5到49.5 说实在还OK 当然很重要的是呢 它针对它的出货量 尤其在4G LTE的部分呢 从1500万套 上修到3000万套 上修到3000万套 这个还不错 全年的出货量呢 之前预估3亿套 上修到3.5亿套 这个我看到 联发科讲出这句话来 这种数字出来之后呢 好像跟西平的讲法 又不大一样 所以呢 我觉得啦 一样是半导体 虽然领域不大一样 你切入的方向也不大一样 所以客户的情况还是有 对 不一样的 如果说因为西平 它可能单一客户影响很大 或许它没有苹果的胆子 造成它的因素 还比较大一点 但是联发科呢 它的客户很多啊 不见得一定是集中在 少部分的一些公司身上 所以呢 我觉得联发科 公布这种业绩来看的话 对股价 今天外资是不是有些在误塞 因为联发科这档股票 一直以来呢 外资都是多空的看待 有多跟有空啊 前不久有些调高平等 有些调降平等 所以呢 它难免就是这边震荡 但是刚才会是有提到过 技术面来看真的是不好啊 这个就是套牢嘛 确实在套牢 因为这一根长黑棒掉下来呢 会影响到 短期的攻击力道 所以我觉得说 应该说这边刹车 它需要一点时间整理啦 需要一点时间整理 然后呢 根据每个月的营收 是不是像公司 公布的状况来得那么好 预测那么好 那股价就会慢慢还它公道 那会不会像外资看那么多 我说实在外资给的目标价 这个参考就好了 重点是 自己去拿捏 它的业绩面的一个成长性 如果说第三季会不错的话 我觉得这一段是超跌的 这一段是超跌的 因为第三季比第二季成长 应该会稍微刹车 只是说 它的现行上 现阶段比较弱一点 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那讲到 IC设计的联发科 我今天也讲 另外一档也是IC设计 也召开法说会 那说实在 太跌破我的眼镜 这个成长动能更强 叫F普瑞 第二季呢 获利呢 2.77亿 计真12% 这个足迹的成长还不错 毛利率41.47% 也还不错 EPS3.75块 3.75块 那上半年大概7.2 那重点是 这是过去的数字 重点是 第三季的展望性 它对第三季的营收的 预估成长 计真 大家看来不是年真 计真23%到33% 这个幅度就很大了 难怪今天 很多股票跌晕了 连发科跌那么重 F普瑞股价还在涨 这个主要在这边 毛利率大概还是持平 所以你看F普瑞股价 它当然过去大家很担心 为什么 前一段时间在整理 它涨过这一段之后在整理 为什么在整理 因为呢 果然消息出来了 因为苹果说 iPad卖得不好 这个取代性呢 已经不像过去的成长动能那么强 所以呢 它的力道上 因为它也有 iPad相关的一个 这个产品关联性 但是呢 我觉得它还是有相关的一个量呢 而且呢 今年的状况是在ETP的部分 就是这个区块里 滲透力不断的提升 而且呢 跟Intel也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今天的股价还可以逆势呈现走高 这场股票呢 因为第三季的展望性成长动能 非常的强 那明天整个IC设计 高价的部分的话 可能它就是跟联发科 这两档是一个指标 法说会出来的状况都不错 这两档 一个能不能止跌 一个能不能续墙 我想对整个半导体呢 稳定度就有很大的帮助 那既然讲到半导体 IC设计讲完了 就要下单嘛 下单给晶圆耐光 下单给风射 那台积电很好 那联电呢 就不大好 也不是说它不好啦 跟过去比较 赢得好很多 而且14代米的 一个进程来看 好像也快了一些 但是它的彩色就 有点不是那么成长动能那么强 第三季的预期呢 只有个位数的成长 第二季还有13% 第三季只有个位数 就稍微弱了一点点 毛利率有回升 因为28奈比的比重比较高 22.9%到25% 但是呢 营业利率就小增而已 这个增加了三个幅度 三个百分点的幅度 但是呢 这个只有小增一点点 似乎呢 在整个营业竞争方面的话 压力可能比较大一点 所以我觉得说 联电股价涨多之后 为什么最近股价会跌成这样 其实有一点原因 因为动能上比较弱一点 那再来看 更下游一点 就是风窗测试的部分 两大龙头 一个日月光细品 一个今天日月光呢 跌得不大 不会很重 那细品就跌很重 因为大家很遵从林老板讲的 林董事长讲的 因为他过去讲的都很真 比较不会误差 时速啊 或者问他有所谓的水晶球 对 他讲的都还蛮准的 结果他自己讲自己不好 铁嘴 对 铁嘴 第二季 计真21% 结果第三季的营收预估 不是持平 就是负 这是负4.2个百分点 那毛利率还掉 营业利率也掉 所以股价今天就跌 而且讲了这句话 也拖累到联发科 最近股价跌很重 自从外资有大卖大转之后 股价好像就状况 每天 一天不如一天 持续地往下走 但是日月光的部分 状况就比较好一点 因为细品没有什么苹果单 日月光有吧 所以状况就很差 差很多了 第二季呢 营收计真7% 第三季成长更大 最高可能到15个百分点 创新高 所以日月光呢 当然也有复工的一个消息面 然后这个也对它股价 是会有一些支撑的作用 所以整个来看 之前跌过之后 因为这个一起杀嘛 这边有稍微先行做指纹的 再回到字卡上来看 第二季赚了0.64 那之后 为什么今天股价 它没有能够往上走 因为毛利率 还有营业利率 稍微持平或下滑 代表说 为什么会这样 产品别的关系 有些呢 这个毛利率比较低的产品 营收比重拉得比较高 在第三季 虽然营收成长比较大 但是呢 毛利率可能会牺牲掉一点 当然还有苹果的部分 它掉的不会很多 银毛利率也不会掉很多 所以整个来看的话 日月光可能是风色谷 这边能不能杀色的一个指标 因为它先指纹了 它先指纹了 它能不能往上走 可能对细品也好 二线的风色谷也好 就会有一个辅助的作用 为什么我刚才讲那么多半导体 就是这一两天开了法说会 因为最近的半导体是领叠的指标 那现在我给大家一个观念 就是说 整个半导体里面 我觉得日月光能不能先刹车 台积电我觉得是 外资控制指数的一个 很重要关键 日月光可不可以先刹车 那IC测镜要能够回稳了 联发科明天不要再跌了 法说不错 F普瑞今天涨 业绩也不错 它能不能明天续涨 如果说这三档指标股 明天能够回稳的话 我想这个大盘 就不会像今天跌那么重 你不要担心欧股今天 美股今天跌那么重 因为我们先反应了 所以明天的季线应该会有事 一打下去反倒是要减便宜货 那还有一个题目 可不可以插布跟您做个请教 当然因为这种东西 你也知道过去台湾 有面对这个SARS的一个危机 那尤其是我们人类 对那个病毒的一个不可知 像这个伊波拉病毒 那就是什么黑死病等等的 目前为止似乎死亡率还很高 那大家怕传到亚洲来 因为它是以这个西非为主 那我们做研究 你们会把这个 当成研究的一个范畴吗 会 今天的一些这个相关的生技的 这些什么防护医的 这些是第一波 对 我觉得当然你说 要牵扯到所谓的药 因为就已经有致命那么高了 跟药就绝对没有什么特别大帮 但是防护的部分的话 题材性就会有了 可能一些衣材的部分 或者是耗材的部分 甚至所谓的毛宝美的一种防护的 就先涨了 题材性 但是我说实在的 如果说它疫情局限在非洲那一块 并没有扩展到其他国家的话 没有被带出 因为传出就是美国的公民 坐飞机到处去跑 可能就会影响到把它传出来 如果没有 我觉得控制在那个范围的话 我觉得这是短线上的题材 但是最近的生技股 说实在跌得很重 我过去有提到过 台湾生技越展开之后 生技股你要小心 就是怕生技越开始 对 就是你要小心一点 因为你看到美国NBI指数还在 还算强 昨天也谈 但是有些个别股就会有压力 因为它可能是过去的一个梦 本梦比长多之后 一步入一期 可能就稍微掉下来 当然也影响到很多的生技股 但是今天唯一好处是 除了少部分指标性的生技股 还在跌 大部分回稳的 所以我觉得现阶段 如果有题材性 你要选择的话 不管是跟题材也好 请回到基本面看 因为现在公布财报期间 8月中旬之前 一材有些业绩 或者是原料药 或者是制药 玄米药 有些业绩面还不错 你要选真的很喜欢生技股 你去参考一下基本面 可是你看 人家业轮都盯上了 我们也真的要听 对 例表上前几位最有权力的女性 对 本益比太高 我们郑主委讲 有些三十几倍 所以不止 有些还没有本益比 我们主委比他更早讲 对 有些还没有本益比 对 我们主委讲得比较早 所以我觉得说 生技股不是不会长 要看个别股 所以它不会起挡起点 操作方面 可能要有比较大的戒心一点 好 那下阶段回来 那再把时间跟惠慈 一起来做个研究 其实财报出来 最好不过了